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 红阳国画和中华传统文化已有二十年 红阳中华文化学习佛教精髓 研究独藤世界培养辱学精神 如胎杖所创立的心灵榜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果修心的热潮 近年来如胎杖的国法语计遍及世界各地 企图包括北美澳洲欧洲亚洲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全世界已有超过五百万人 跟随如胎杖学习国法以及多华传统文化 如胎杖的网站更是在短短的三年内 点击率超过一千八百万 如胎杖的信众遍及世界各地 盘盖社会各个阶段 受益人群 谷计其数 作为国法的极担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如胎杖帮助全世界五百多万人 得到心灵的解脱 改变令于离彼得乐 因此如胎杖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建于吴军洪台长为世界和平 以及文明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在2012年7月由国伦敦主办世界公教联合党会上 吴军洪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这一殊荣 以及年度世界和平大使称号 在10月又获得了由英国国会上议院颁发的 英联邦民主社区特别贡献奖 吴军洪台长在今年的9月 台日邀前往哈普大学做大型演讲 将中华文化以及国法精髓 弘扬至世界最高学术殿堂 这些陈及诸容不仅是世界宗教界 学术界以及四方主流社会 对吴军洪台长数十年如一日 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们心灵法门学博人的无上骄傲 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在悉尼市政厅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主义 智者亦女 能令众生破不开我 相信今天的机缘一定能为你开启人生最新的篇章 今天我们首先由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随后 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紧接着再有一位同修上台 和我们分享他的学博情会 随后 卢军洪台长将会当场看日腾解答问题 华夏文化渊远流畅 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佛法智慧苦力人生 卢军洪台长将火法至上圆融的智慧 与人生的真谛相融合 通过白化火法深入前出 用生活化的语言与生动的实力 揭示人生的奥秘 令人喜提智慧 开悟人生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洪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卢军洪台长 接受卢州敬念的鲜花 找去小手敬念的鲜花 点一下 启言 曲stem 感谢各位朋友 佛友们播出宝贵的时间 和台长在这里接缘 那么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要感谢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要感谢龙天护法 有殊胜的姻缘 和我们新的佛友朋友们 包括远在海外 这次来自中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还有日本 摩尔本 包括布里斯本 我们来自各个地方 国家的我们的佛友们 谢谢你们前来注意 谢谢大家 有的佛友们就经常跟台长说 那个过去一年到底如意不低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佛友跟台长讲话 都是说台长你帮我看看 我过去好不好 我跟他说了 好不好你自己最心里最清楚 那么不是好不好 你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 就很糟糕了 那么你们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一个人家庭不好 工作不好 身体不好 或者各方面不好 总归有个根源的 到底出在哪里 是不是家里的心理障碍 是不是人际关系 还有夫妻不合 还有事业孩子不顺 不圆满 问题是出在业障 大家知道业障 就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结果 那么我们过去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 时间长了呢 它就形成一股恶气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年纪大的人被人家小辈子要讲一句话 老妈妈老婆婆到孩子家里去吃饭 只要孩子女婿说一句 你的妈妈怎么吃得这么多 这个气可以让老妈妈老婆婆 以后永远不会到女儿家去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业障的形成 业障形成之后呢 在心中呢 永远就是有个疙瘩 这个疙瘩如果解不开 会带一辈子 会带一辈子 所以希望你们呢 不要乱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讲话会造口业 一个动作做错了 也会造业 一个脑子里想出来 不应该想的事情 造的是意念 意念当中的业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一个人啊 有一位听众问我台长 台长啊 你帮我看看 我这个孩子啊 小气的不得了 脾气很坏 我这个孩子啊 专门动小脑筋 又骂人 那么台长跟他说了 看都不要看 你们夫妻两个今天站在我爸同事里 我告诉你们 小孩子的小气 这是你的先生传给他 你说你先生小气不小气 结果他的太太就跟他说 台长对对对 我老公非常小气 接下来 我说 你的孩子脾气坏 这么小会打人 是你传的 他老公在我办公室说 对对对 我老公会打人 我老公会打人的 你们想想看 这个就是面证 你们在家里天天 小气 在孩子面前 怎么样说不好的话 怎么样来说 一个是小气 还有一个就是脾气不好 你想想呢 孩子怎么会不接受到这种气场 时间长了 小孩子当然会打人 气量就会笑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说 遗传基因 加上新的业障所为 所以呢 这些业障呢 就能够让你形成 这个业障的根源 就是这个根源 就有了 所以希望你们呢 要懂得 在人间的善恶 是不是绝对的 一个人做点好事 以为自己是善意 但是呢 不一定就是善意 一个人做点坏事 他觉得他是做了坏事的 实际上他是前世人家欠他 所以这个是没有绝对的 大家想一想 我过去认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家里的一个亲戚生病 叫他动手术 左求他 右求他 然后 也是给他送了很多东西 结果 他给他动手术 动手术之后 没想到 没救活他 反而死在他的手上 一下子 亲戚就成为冤家了 这个台长都看得出来 这个生病的他的亲戚 前世就是欠他的在 所以这辈子就是让他来活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家里有亲戚朋友 是医生 你说你求他 给他动手术 他永远不会亲自给你指导 他永远是找另外一个医生 说帮你家里的人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因缘果报 所以有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人跟人之间的矛盾 不要简单的把它看成一种 讲不讲道理 有没有 这个我们说的是 有没有这个善和恶 实际上都是果报 这个善恶 是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 如果你今天站在一个你自己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恶 他不一定是恶 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善良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善良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很多人给人家介绍朋友 婚姻 最后的介绍成功了 朋友没有做 亲戚也完蛋 这就是说明人是有因缘果报 希望大家的就是懂这些道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说 千万少说人家不好 一个说别人不好的人 一定会被别人去说 一个骂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骂 佛法讲的是无常 无常是什么 就是今天有的 不一定你明天有 你今天没有的 不一定你后天会没有 所以短暂的人生 要开悟 要想通 人间的一切都是业障所为 我们学做人 学佛 首先要没有委屈 我们要不难过 我们不苦恼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来去匆匆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烦恼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很恨的事情 现在我们到这个年纪了 我们已经没有了 所以要想得通就是开悟 烦恼多的人 智慧一定不够 如果你们朋友当中跟你们经常说 我烦死了 我烦死了 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智慧 像这种朋友 我劝你还是少教好 因为他烦你跟着他时间长了 你也会烦 所以没有烦恼的人 他一定有智慧 你去看经常笑嘻嘻的 平时觉得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环绕的人 这个人就一定充满了智慧 现在的人很贪 贪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个先生 有一个先生 他挺好玩的 他上班起公公汽车挤不上去 挤不上去 挤不上去 他就贫费的笨 结果奔到单位里去 回到家 他就告诉他自己的太太 他就告诉他自己的老婆说 哎 今天呢 公车没几下 不过呢也好 我锻炼了身体了 我又赚了一块钱了 结果他老婆说 你这个没有头脑的人啊 你要追也不要去追公车呀 你至少追一个出租车 你至少可以拿一个最原始的车架 想想看 连这一点点根本没有的便宜 他老婆都要去赚 人的气量何其知小 想一想 爱自己就会使你越来越孤独 爱众生会使你越来越拥有幸福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爱众生的人 他都能得到众生对你的爱 我们交朋友也是 你对朋友越好 对朋友越多 你这个人得到朋友对你越好越多 如果你就知道爱自己 你爱到自己最后就是非常的孤独 所以还想说人间佛法 今天我告诉你们 首先的要懂得在这个末法时期 要求一个平安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今天告诉你们 我今天告诉你们 如果一个人经常去帮助人家做功德的人 这个人 寿一定会很长 寿命一定会很长 那么想富贵 怎么样呢 想富贵就要懂得知足 一个人能够知足的人 一个人能够知足的人 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富 为什么 知足常乐 我们很多海外华侨到了澳洲的时候 开始在掐索买了个两房一厅三房一厅 这种apartments 非常的觉得很满意 非常的漂亮很开心 跟相当比比 哎呀大多了很开心 结果到人家家里去一看那种house 然后接下来很快的就感觉到自己家没有富 天天回到家就不开心 所以知足者为富 然后随缘就是贵 什么意思啊 一个人要懂得随缘 你跟谁都好 你对谁都打招呼 你这个人谁都爱你 你这个人就是尊贵 大家都喜欢他 就是贵 所以随缘的人谁都喜欢 不随缘的人 连板着跟人家动不动就矫情 动不动就不愿意跟人家多讲话 这些人不会贵 因为贵是受人尊敬的人才会成为贵 被人家经常说不好的人 那这个人是贵不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学博要懂得一切自然来自然去 今天有的我们就知足常乐 今天没有的我们觉得这不该是我的 所以这样你就拥有了富贵 因为拥有了功德 那么有一个听众他跟我说 他如台大伙结婚七年 没有怀上孩子 结果跟着你学佛四个月 我就怀上了孩子 我丈夫现在也开始念经了 以后我们的孩子 会一定好好的学佛念经 所以我劝今天来的我们的朋友们 要懂得我们每天要多做善事 能够念经可以帮你解脱很多的麻烦 实际上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台长每天要看几十个重的病人 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两个月肝癌管器 你们想想看 一岁的小孩脑骨髓严重坏死 三十六岁车祸身亡植物人 十七岁突然变了神经病 五十岁的肠癌 想一想 每一天有多少人在生病 美国的台湖有五千万的住户受到的灾害 人在这么美国发达的国家 能战胜灾害 也制止不了人祸 所以全世界每秒钟根据联合国 就是工商劳工组织宣布的资料说 全世界每一秒钟有1.8人死亡 每分钟有106人死亡 一小时有六千三百六十人死亡 每一天有十五万两千六百四十人死亡 一天十五万人死亡 这还不叫收人吗 你们坐在下面今天告诉我谁没有病 你们今天坐在下面的人想一想 你们受了多少苦 难道还不自己想一想 要找一个方法来解脱自己 想一想澳洲每年有两千四百人死亡自杀 两千四百人澳大利亚一年呢 想一想啊 还有想自杀被那种Embrace救活的人 有两百四十万人 你们想一想现在人的生活数字是好还是不好 人的精神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一年有两百四十万人想自杀 想一想 三十岁的人最多 所以在三十岁左右的人最多最多 精神压力 经济压力 忧郁 后悔 你们知道后悔会害死很多人 很多人从来没有把这问题看得很严重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经常后悔呀 因为当一个人经常后悔的时候 你知道吗 会在他的心中产生魔呀 有一种魔叫后悔魔 所以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 只有一种药没有 那就是后悔药 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 我们有心磨了之后 很快就会有后悔魔了 不要后悔 一个人后悔一辈子一定会害死他 所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我们不要再去想了 我们想想今天 想想明天应该好好的怎么更好的活着 我们整天的回忆过去 我们就永远看不到未来 所以真正学国聪明有智慧的人 是永远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 要学活 今天呢 今天呢 因为来的很多我们悉尼的朋友呢 因为有的是刚刚学不久 所以呢 有的是听到这个舞台讲呢 有这个功能 待会呢 想看图腾 所以呢 我待会会过出时间呢 给你们看一个多小时的图腾 所以呢 现在呢 先跟大家呢 稍微把那个佛里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要学佛 首先 很多人说 学佛的人 动不动 就是跟人家说 我要改变他 你要知道 很多人在家里 夫妻吵了一辈子 跟台长一讲到家庭矛盾的时候 我这个老头子啊 真的是改不了了 狗改变了 吃什么 我就不讲了 都是这样 永远不说自己好坏 先说人家不好 实际上 要改变别人 最重要的 首先要改变自己 佛法不讲命运 但是佛法承认命运 命运 佛法为什么要承认命运 就是要度化众生 来改变你们的命运 因为认识命运 这是学佛的基础 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 连命运都不相信 他会相信佛法吧 所以要懂一个啊 有一个人做梦 做到他的前世 这个女的 他自己是个男人 然后呢 他天天跟他的太太吵架 结果呢 他经常做梦 做到之后呢 每一个动作 他都记得很清楚 结果就是在他 现在跟他先生两个人 生活的当中很多的动作 他告诉台长 为什么我就像镜头重叠一样 卢台长 我跟我的先生在吵架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我们好像就这么吵过他 我们就是这么骂人 实际上 他的前世的报应 已经到了今时 这就是卫生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台长曾经给你们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我这次在新加坡讲的一个故事 尼泊尔登了一个消息 说一个爸爸家里种了一个玉米地 结果这块玉米地呢 是种了很多玉米 专门有猴子来偷吃 结果呢 他的爸爸呢 有一天 听见猴子响了 端着枪就跑出去了 没想到 这个儿子很机灵 知道猴子来偷吃他家的玉米 心里也难过 自留底下钻出去 先躲在树上想抓猴子 没想到他爸爸拿着猎枪出来 一看见树在动 以为是猴子了 胖一枪 就把他12岁的儿子从树上打下来 这种事情发生了 台长有这个功能 我就看了一看 看了一看之后 我为什么今天要告诉你们 这就是冤极 人有时候就是冤极 就是你们都知道了 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就是 小孩子出来就是讨在鬼 就是在套战 结果一枪打死了之后 我看他的爸爸原来是一个部队里的勤务兵 他的儿子是部队里的一个当官的 有一次火烧军营 结果被当官的查询 他就把这个勤务兵拉出去做替死鬼 最后枪毙说他是放了火 这辈子就让这个孩子投胎投到他的家里 让这个勤务兵一枪 亲自把这个当官的打死 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当官的 他的爸爸就是勤务兵他的打死 想一想人难道没有缘分吗 台长每天在广播里回答很多问题 有一个听众的女儿走路像螃蟹一样走八次 走不好路的 医生叫他一定要去做手术 听众问台长怎么办 台长马上跟他说 我一看出他一秒钟我说你本来是吃素的 你怀孕之后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说你的因为你吃了活的螃蟹 这个螃蟹经在你孩子身上 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吃素的 怀孕之后呢 怕那个孩子的发育不好 结果呢 要吃三斤肉 三斤肉 没想到有一次吃了两个螃蟹都是活的 所以这个孩子呢又走路像螃蟹一样 十八天之后就是昨天 他又打进电话 他念了二十张小房子 他的孩子走路明显的好转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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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是想请您看一下那个 08年属老属的童谷 是女孩 我想问一下 因为小朋友他那个 找到那个脚 有点背包是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 我给他学成为穿好还是什么 看医生的话会好吗 有的说要矫正 有的要开刀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 你少给他小时候吃点螃蟹就好 哦 对 我本来是吃素的 怀孕以后 一生说那个小孩 你想那个发育不好 我到店里吃过两只螃蟹 我不知道就是活山的那个肉蟹 后来生下来很很大的大路 我才知道就是活山的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两个大螃蟹是螃蟹精的 哎呦 那怎么办 我告诉你 就在你孩子身上 哦 所以他那巴子就像螃蟹趴在前面两个爪子一样 是是是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走路这么走的看得懂吧 所以你们不能乱吃东西的 还要吃肉蟹 我告诉你 你哎 你自己找没逃啊 我本来是吃素的 我那时候死去了 你要知道啊 本来吃素的话 再反过来吃荤的话 罪业更大 哦 你一天他不太智慧 你这个做了一个大错 所以这个小螃蟹 已经会跑到你孩子身下 我可以告诉你 我警告你 你吃了素了 你再吃回来 你这是大错 这是错 他讲我是在帮他做功课 嗯 然后我马上再帮他那小螃蟹 刚才念了二十几张 念了二十几张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脚真的是好一点了 看见了 所以 希望 大家要明白 我们 跟人吵架 跟单位里的老板不和 我们跟亲属关系搞得不好 实际上都有根源的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要去吵 因为我们就是在跟自己的缘分在斗 实际上 我们要懂得天天求缘分 其实缘分是怎么来的 大家知道吗 缘分是由你的愿力来的 愿力是什么 你愿力越大 你的缘分越深了 举个简单例子 我一定要 让这个孩子能够考到精英中学 那么你就跟他的缘分越深了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 愿力很重要 为什么学博的人要懂得用愿力来改变自己呢 因为愿力是能够让你成为动力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就是有愿力 他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坚决不能再做错事情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自己吃尽了骨头 我不能再这样了 他有了愿力 他才能改变他自己 所以我们要懂得 要持戒 我们心中才会安定 就是我们什么叫戒 比方说我们在人间 看见红灯我们就必须要停下来 这个就叫戒律 一个人学博的人 看见不该看的就不能看 看见不该拿的就不能拿 看见不该是我的东西 就不能去让自己拥有 那么这个就是持戒 所以希望大家还有学博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现在的人 为什么跟人越来越难相处 因为人的心太小了 他越来越脏 大家过去都用 那个在中国都用那种 那个水壶啊烧水 烧到最后啊 这个水壶的水管啊 这个铁锈啊 都在接得越来越深了 最后连水都倒不出来 我们人的心本来是很大 很能原谅人家 就是因为你不原谅我 我也不原谅你 那么越来越多的 大家不原谅 时间长了 那么你恨我 我恨你 你嫉妒我 我嫉妒你 那么到时候 就会越来越 让自己的心胸下来 所以学博的人 必须要心胞太虚 也就是说 要让自己的心 能够承担宇宙的空间 所以才能告诉大家 我们要超越自己 一定要懂得超越自己 那么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人间求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领 为什么 会有恶报到来的道理 这个是道理 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好事来的时候 和一个人的恶事来的时候 实际上 你们大家都要知道 它是一个成熟期 比方说 我今天对你好 那么有一个成熟期 你来回报 那么首先呢 要看 我今天想得到的这个好的 你想一想 你求活的时候 你是不是过去做了很多的善事 如果你过去没有做很多善事的话 我劝你 你也不要求太多的好事 因为没有种子 没有善良的种子撒下去 你是得不到收获 就像我们一样 平时从来跟邻居关系搞得很差 过年也不知道给人家送个汤团 送点礼物 Christmas 也不知道给人家送点礼物 你想求人家帮忙 人家当然就不会来帮你 所以这就叫道理 我们播种的人 首先要知道 我们播下去的善良的种子 什么时候长出来 要看你播了多少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播种的 你今天求菩萨 求了很长时间 你念经念了很长时间了 你做了很多功德了 那个时候你去求菩萨 那你会有回报 你从来不求婆的 突然之间自己家里出世了 跑到庙里 菩萨你保佑我呀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求不了的 这就是叫道理 台长告诉大家第二点 为什么恶的种子会成长 因为有恶元种下去 那么恶元种下去之后 今天如果我跟这个人 两个人我们 我陷害过你 但是我今天陷害过你之后 大家从此以后 不再做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恶的种子 就不会发芽 那么就像婆婆和媳妇一样 今天媳妇对婆婆不好 从此以后一直对婆婆好 那么那件事情就不会发芽 饿的种子就埋末就停掉了 那么人为什么会让这个饿的种子 他成熟呢 因为他继续做饿造心意 因为这个媳妇 他又开始对婆婆不好 这个时候婆婆一定会发起反击 一定会对她进行无情的打击 那个时候她到处去讲 我的婆婆是多么的不好 她为什么会对我这样 实际上想一想 是谁造成的 这就叫恶元 不能去让她成熟 我跟大家讲过 很多医生说 把身体很多人生了一个病 但是慢慢慢慢的慢性病 走的时候不痛苦 结果开刀开出来 身上还有很多的恶性肿瘤 如果医生说 这些恶性肿瘤 如果让她发出来的话 那她一定是痛苦不堪 但是这位老妈妈 她就是恶性肿瘤 一直带在身上 没有让她发出 而是一个慢性的胃病 让她慢慢的衰竭死亡 想一想 我们人 难道不是这样 很多 每个人身上都有黑细胞 你不让黑细胞发出来 你不就是能够活得好好的吗 过去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很多人按照现在来讲 早就是癌症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癌症 长了一个东西 痛苦 慢慢的生活 吃点东西 吃点良性的药 中医调补调补 很多人照样活了很长 对不对 想想看 糖尿病也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让她 饿得走自己成熟 今天你们夫妻为什么会吵架 因为你今天吵了 明天吵了 你后天如果不吵 可能这个恶缘就不会成熟 问题就是你又去吵了 而且你不停的吵架 最后就造成了离婚 这就是恶缘成熟 所以希望学博的人 要把这个恶性的种子 恶缘像冬眠一样 不要去碰它 有个医生台长讲过 身上长东西不要去搓 不要去揉 不要自己去用热水敷 大家知道 热脏冷缩 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人要冷处 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 有时候原谅人家 不要吵架 就是冷处 为什么要吵得稀里哗了 所以要等到种子 善的种子 让它尽快的成熟 饿的种子 不要让它激活 那么你呢 就会得到成熟的相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就不会去加速它的恶缘的成长 而去加速它善缘的成长 不停的做好事 很快的得到善报 不停的做恶事 很快的得到恶报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要明白 有时候我们做人就是这样 一个人气量很小 会记一辈子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很好玩的小笑 说什么呢 那个说的是啊 有一个 有一个人呢 就是 他们去 他因为被开车啊 开车啊 那个叫 美国的笑话 叫Marie Marie的那个 Marie Marie的那个 他的太太 叫Marie太太 他呢是 闯红的 结果告到法院里去 那个法官看见他的时候呢 就盯着他看 认识他出来了 跟他说 哎 那个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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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怎么认识我的 我是你的学生 我去 我是你的学生 他一讲之后啊 一讲之后 那个 特别的 那个 那个 Marie就开心了 哎呀 今天有救的放松了 没事 结果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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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啊 你知道吗 过去 我在 西西小学 你当老师 我是你的学生 啊 那么现在呢 我等了你二十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现在把你抄一千遍 我闯红的错了 以后再也不闯了 他现在是法官了 想一想 什么道理 就是人啊 一点点小事都不会忘记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做这种恶 所以人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啊 我们人啊 有时候就要不许 你们今天来了 都是台长的朋友 啊 好朋友 今天呢 我有时候 不跟你们 加一点打 讲讲你们 很危险的事情 你们不觉得 你们知道吗 过去在农村里 有一个很懒的人 这个懒的人呢 他听 他这个人呢 懒得不得了 在阎家村那叫阎四昭 这个人呢 很懒 懒得不得了 家里三间破草房 连个院子都没有的 天天睡懒觉 老婆老婆讨不到 孩子孩子也没有 结果呢 他的 很相信 在他们村里面 有一个读书人 说他会看风水 他把这个看风水的人 请到家里来 请到家里来之后呢 他说哎呀 好吃好喝 哎呀 你帮我看看 结果 那个姓孟的 那个教书先生呢 他就知道 这个姓严的这个 这个人呢 人破坏 就是懒 他就呢 好 我给你看看啊 在他家前院 后院 赚来赚去 赚来赚去之后 你知道吗 你们家的风水啊 非常不好 所以让你 家里不会发财 那么 请孟先生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 发财呢 告诉你很简单 你在你的床上面 开一个窗户 每天四更天的时候 也就是四五点钟的时候 你就把灯点亮 然后呢 那些他的家靠近大陆 很多的农工农民工啊 早上走过的时候呢 会在窗户上说 颜事人 你起来了 你就要回答 对 起来了 就可以了 连续三年 你不能变化 到了最后 你一定会发财 他听了之后呢 他很 很开心 他说 哎呀 总有机会 结果呢 等到三年之后啊 他呢 贴了三 三个房间的青砖瓦房 然后呢 又是门前养鸡养鸭 娶了个老婆 生了个娃 农生叫娃 大家想一想 后来这个孟先生跟他说 你怎么会这样的呢 他就说了 天天早上 我就按照你开了个窗户 人家民工朝我这里四点钟 走的时候一看里面灯亮的就说 啊 他叫你 颜死 颜死招 颜死招起来了 起来了 啊 因为那个孟先生跟他说 你的名字要叫出灵动性 让很多人每天早上叫你 你就会发财 那么他就人家一叫 颜死招你起来了 起来了 颜死招你起来了 起来了 那么他起来了之后呢 没事干了 他就搓草绳子 卖绳子 然后呢 就开始磨磨豆腐 然后呢 就开始慢慢的 做一些手工店 就这么慢慢慢慢每天 开始有钱 看家里开始 各方面都好 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什么道理 实际上 命运是掌握在你们手上 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有钱 我没钱 人家在努力工作 为什么他身体好 我身体不好 你去看看早上起来锻炼的人呢 你呢还在睡懒觉 人家已经在跑步了 对不对啊 看看西人说 身体非常好 看看西人在走步机上 在金融不停的在走路 人家在付出 看看人家为什么求的灵 他求的不灵啊 人家早上五点钟起来 念经烧香啊 你们知道吗 所以一个道理 告诉大家 你想要幸福 从自己身上找 因为你们本身 具有佛性 那个 今天那个 好像那个话筒又有问题 这个声音啊 发不出来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 记忆啊 就是台长刚才说的 记忆是残缺的 这个 残 实际上一个人记忆啊 最好 因为当一个人在记忆他的时候 他会造成心中的包袱 什么叫包袱 就是我今天有很多的记忆 我忘记不了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忘记不了那些难过的事情 时间长了 他就形成了包袱 所以 君子改过 小人是非啊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君子人 你应该改过自己的毛病 从此以后把过去要忘记 小人是非 什么意思啊 碰到一点点事情 永远不肯承认自己做错的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叫掩饰自己的非 就是做错的事情 你这样你得不到改正 而且在你心中残留的那些残疑 所以改过的人会开门 是非的人会迷雾啊 所以永远要懂得改过自己 必掩盖自己的好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 克制自己的欲火 欲望之火 不要去贪啊 贪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假的 想一想 一个人身体假的 钱财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台长呢 在经常回答节目当中呢 经常告诉大家 因为学博人之后 很多命运都被改变 那么一个人呢 他呢 是直肠癌晚期 恶性 里面是一团糟了 结果呢 他的这个人呢 相信已经拉脑拉血了 结果呢 他就开始念小王子 他开始念小王子 念小王子的时候呢 他只念了七十多章 小王子之后呢 结果呢 你们知道吗 而且他许愿放生 一万条 动手术 把他的肚子拉开之后 看到里边的 全是良性的 手术成功 没几天就出院了 专家们 医生全惊呆了 说怎么回事啊 明明查出来是恶性的 怎么开出来会良性的呢 从来没有碰到我这种事情 大家想一想 是谁保佑的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播一下这个录音 大家听一下 好 好 好 你看 好 你看 你看 那个医生 完了以后医生对他整个说 你啊这个病啊我做了从医这么多年 从来没结果医生说你做的是不上保佑 啊你看医生 医生专家跟他说的 医生专家就是不上保佑的 啊就这样跟他说 他说我从医这么多年 百分之九十九万十多米 反正是0.1次了解 但是我也没控制过你这个是不上保佑 你看他们化验出来 全部都是晚期的 晚期的恶性的 很厉害的他全部拉学了 啊啊啊啊啊啊 而且那个那个家人呢 以前因为他不信嘛 但我满多土地的 你看他哭他多慈悲啊只要你用心 他学来说一万朝对不对 那他们就活了吧 这些都会做的好的 那边说你就可以出院了 啊这可谈不谈不出来 那缝缝好门啊就是 对对对 不不不 不不不 我早就跟你讲了 这种东西啊只有福山保佑的 是的 所以有时候奇异发生也只能靠福山 我们没有办法 是的是的 雷医生就这么说 后来那个家伍就说了吗 我这个名字不忘记的 我已经我自己全都我了 他就自己这么说 对了啊 现在要知道重新做人啊 对对 不要再谈周诗啊 所以他怎么说真的赶快进去的答案 还能听到 如果这一家是你们家的亲人 你们会怎么样行 会很开心的 那么今天呢 刚刚跟大家讲到现在呢 那么今天这个法会呢 每一次开法会呢 台长总要问我们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话 那么菩萨呢很慈悲 又给大家带来几句话 因为这很重要 大家想不想去 我在悉尼开法会 每一次都会跟啊 观世音菩萨呢 沟通 希望多给大家一些发喜 希望大家呢 离开病痛 那么呢 今天呢 是观世音菩萨呢 早上呢 跟台长讲的 讲了几句话 大家想一想 可能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呢 是 刚学佛 想成佛 难呢 很多人刚刚就想学佛 来不及的 就以为自己是佛了 难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总以为自己学了一点佛 以为自己掌握了佛法 什么都掌握了 实际上 他们没有真正达到佛的要求 要知道 刚学佛 想成佛 难呢 第二句话 坚持学佛 想成佛 敬佛 就是接近佛的 要坚持 也就是接近佛的 第三句叫 精进学佛 想成佛 你就是真佛 所以我们要做真佛 要做真佛 我们无论如何 要坚持学佛 你就能真正的慈悲众生 对得起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还讲了两句话 一个叫众生难度 所以才要我们度 佛法难闻 所以才要我们去闻 救人难难 大家知道 每个人度人家的时候难不难 有时候会被人家讲 有时候人家会怀疑你 到底有什么动机 有什么目的 就是台长弘法这么多年 我也经常被人家怀疑 我可以讲 只要你坚定自己的佛心 佛性精进学佛 你一定会成为真的佛 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 还有两句话叫 纵想 叫救众生慧命 超脱六道人或令 让众生改命 成全众生佛道 佛杀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要救众生的慧命 就是智慧的命 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智慧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智慧埋没 现在的人越来越傻 前几天澳大利亚种六合彩 有多少人去买 有几个种得到 我想还有很多跟台长削托的人 可能在排队的时候 还在念准提神众 拼命的想自己能够拿到 想一想啊 愚痴不愚痴啊 没有慧命啊 一个人要有慧命啊 所以观世音图上 叫救众生的慧命 让我们超脱六道 然后让众生要改命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从现在学佛之后 我们不能再苦了 我们要甜 我们要想得开想得明白 我们不能再忧愁再忧伤了 因为我们的忧伤会带给我们 一辈子的痛苦 一辈子的烦恼 我们永远不能解脱的 所以观世音图上 让我们要改命 我们要懂得救自己 要想得开想得明白 过去的让它过去 我们今天拥有的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 我们明天失去了 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天还会再拥有 我们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慈悲的心 一个能够救度众生的心 这样我们才会身体健康 万事 所以要想成佛 先把自己在人间先修好 不要说等到死的时候 我才好 现在就要好 现在就要没有业障 没有灵性 现在就不能生癌症 如果现在生癌症的话 要有信心克服它 现在家里不好了 要有信心来改变它 大家说 有没有信心啊 学佛磕头磕了半天 求了不灵 求什么佛 我告诉你 菩萨就是灵 观世音图上说出来的 有求必定 绝对是真的 希望大家 好好的学 大家知道 人的气场很重要 如果这个人气高昂扬 这个人就不会生病 如果这个人讲出来的话 很硬 比方说气场很重 他说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忙 我很开心 这种人不会生病 你去看看好了 平时啊 就是阴阳怪气 你蛮好 这种人生阴病 有些人喜欢骂人 这种人生恶病 大家想一想 跟你很有关系 经常基督的人 肠子里会生东西 经常小气的人 也是肝和肠子上生东西 经常动小脑筋的人 脑子会生东西 所以要懂啊 一个人少动小脑筋啊 要懂得看得远 看得高 什么事情想得开 想一想 无所谓 我今天天天的法师们 让我们说 你要放下 你要开悟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放下 什么叫开悟啊 要想得明白 想得通放得下 想不通就放不下 所以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 学活之后 都要一求就灵 就要心中放得下 想得明白 无所谓 你就是开悟 那么 要懂得 跟好的人在一起 你的气场会变得好 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你的气场会变得差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天天跟你打电话 一打电话来就是说 哎呀 我很苦啊 你救救我啊 你听完他十五分钟的电话 你马上就会很不开心 对不对啊 你们很多人 经常看电视联系剧 如果你连续看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看完电视 你就饭也不想吃 因为你会进入电视剧里面 你会很难过 这就是人的气场的感应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全部都是大家都是学佛人 学佛人在一起 就会有好的气场 因为都是善良的人 所以才会越来越好 如果今天你们全是恶人 你们坐在这里 等台长开施完之后 你们出去 每一个人都这样 很坏 因为要记住 善良的人 永远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把人家想的不好的人 心中已经不善良了 所以要把人家都看成善良的人 这个人就拥有一颗慈悲的心了 大家听得好吗 希望大家要好好学啊 所以要懂得像我们受气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人维他命D不够 身体不好 为什么 叫人家要多去晒晒太阳 那么接受的就是一行阳气 为什么家里女人太多了 男人一个都没有 这个人家里就阴气比较重了 地下室为什么阴气重啊 潮湿啊 为什么在白天在楼上越高 为什么就觉得心情越愉快啊 你爬到山上再看一望无际的山谷和海峡 你会心情非常的愉快 这就是因为你阳刚之气充满的心 听得懂吗 所以阳眉土气就是一种气 今天我说你好话了 你接受我的好的气场 我今天说你坏话了 你就得到恶气 所以你不去讲人家不好 你就得到人家说你好 你今天去说人家好 你就能够得到人家夸赞了 你会得到更好的气场 所以凡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为别人想 你就是慈悲 你就是善 所以希望大家从学博当中 好好地明白我们做人生的道理 实际上学博就是做人呐 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 一个同学把他的铅笔盒弄坏了 弄坏之后这个小孩子很生气 别人想这个小孩子就哭了 这小孩子想 我告诉老师 老师要骂他 他会更难过 我就不哭了 那对不对啊 想一想就算了 不告诉我 结果小孩子回到家里 老师表扬他 他想回来告诉他爸爸 他爸爸一回家呢 就把工人帮忙上班一扔很不开心 爸爸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要砍我去玩去 爸爸我今天受到老师表扬了 啊 老师表扬你什么 老师说了 我今天啊 没有啊 小孩子的铅笔盒弄坏 告诉老师 老师说我很有善心 啊 得到表扬 叫班级同学都向我学习 他爸爸一听之后 才想起自己的事情 因为他爸爸公司里的老板叫他写一个报告 他写了一个一天晚上写完之后 被一个同事不当心 水全部杀了 他气得不得了 重写的话 至少一个晚上 回到家 他就想我如果告诉老板的话 老板明天就把他开除了 那个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说合同工 结果他听了儿子说的这个故事之后 他自己想一想 我们应该有爱心 晚上不睡觉 把整个报告又写好 第二天跑到公司去的门口 见到了那人 拿着一股非常忧伤的眼睛看他 就是等待他去跟老板 跟老板讲 结果他说 你不要担心 昨天晚上我又重新写了一篇 那个人很开心 结果 这件事情 后来被老板知道了 老板说 公司就是要需要像你这种有爱心的人 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不经理的职位 就是你的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就是要有爱心 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靠的是众生 我们一个人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成功者 都是大家的帮助 我们今天能够学佛就是因为菩萨的帮助 但是不要忘记 你们就是菩萨 因为菩萨说过 众生成传了佛 佛又成传了众生 众生就是佛 没有开悟的众生 就是未来佛 而开悟的众生 他就是佛 因为现在学佛很不容易 讲的太深 很多人听不懂 讲的太浅 有一些学过一点多的人 又觉得怎么讲的这么简单 台长没有办法 只能做菜一样 这个菜比较咸一点 那个菜比较淡一点 如果你咸太淡的人 多吃一点咸的菜 如果咸这个菜太大太咸了 你多吃一点淡的菜 自己调和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我们永远要觉得 别人是对 我是错 你就这辈子会一生无怨 为什么 你永远觉得自己是错的 你就不会去怨人家 自己错没有关系 你一辈子怨恨人家 最后会生病 你会想不通 想不通会生病 所以希望大家 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 把自己的理性 放在最高点 那就是圣人 圣人是什么 每天想着付出 想着帮助人家的人 就是圣人 希望大家都做圣人 不要做小人 希望大家能够难忍之事 必须要忍 因为我是学博人 我会忍耐 这是我的功力 这是我的能力 一个能够忍耐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学佛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圣人 所以看得破放得下 我们才能在人间好好的生活 看不破整天难过 你就得不到安享 所以希望你们 用伤害别人 如果经常来掩饰自己缺点 那你会造成你更大伤痛 台长今天呢 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开始 希望我们悉尼的佛友们 希望你们好好的精进学佛 懂得怎么样来把握自己的人生 让他我们到了这个人间 不白走一遭 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 高贵的人 我们做一个对得起别人的人 我们永远要感谢众生给我们的帮助 要有感恩心 我们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人间 什么都没有带来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不要想 什么东西能带走 唯一的就是灵魂 希望大家在我们人生短暂的旅途当中 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这个未来就是让心灵解脱 我们共攀四圣 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身体好工作好 能够永远站在众生的前面 做一个人间佛 好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讲就讲到这里了 台长呢 要给大家看图腾了 看图腾 看图腾呢 大家大口皮抽号 那么在看图腾之前呢 有一位听众呢 他给大家呢 讲一点他的真实感想 是很动人的 好啊 那么台长呢 下去呢洗把脸 马上上来给大家看图腾 不管你们家里过去 你的爷爷奶奶 你的爸爸妈妈现在死了之后 在什么地方 还有你自己家里的 什么事情发生 我当场可以告诉你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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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